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将 容儿和这特使令牌 一并托付给你 我怎么 晓月姐 你怎么在这儿 公子 您认错人了 容儿 我喜欢你 从小到大 我一直把你当成兄长 只有尊敬仰慕之情 并非男女之情 所以这玉拙 我不能收 是 竟然是我自作多情了 不过这样也好 容儿 多谢你如实相告 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即使你不爱我 你也是我这个世界上 最亲 最近的人 你要是遇到什么危险 千万不要瞒着我 更不要逞强冒险 知道了吗 容儿知道 早点休息 我 我 冤冰 我 我 不是 有心事啊 你怎么来了 你不怕被人发现 你看 来 站那儿 我让张贤 带着小回 在底下练刀 他俩练完之前 估计没人敢靠近 你还挺有办法的嘛 那是 我秦岛主一向制计过人 你有什么心事不妨说说 没准我能帮你解决呢 我在想 也许元明哥哥他是对的 现在局势这么凶险 我不仅让我的家人担心 还把你也拖了几个 这天不怕地不怕的花大侠 何时这么瞻前顾后了 至于我呢 这种有美女相陪 又能耍官威的事 我受用得很 用不着你下操讯 你真不觉得我在瞎胡闹 刚好相反 我反而觉得那些严毙谈厉害关系 一辈子不敢遵从自己本心的人 才是拿自己的人生胡闹 再来 谢谢啊 这风太大我没听清啊 说什么 行了 说正经吧 现在线索又断了 怎么办啊 现在唯一的突破口 就是那个叫小月的 可她心房太重 谁能让她开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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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 屁 来 转身了 来 再来一次 来 再来一次 转身 屁 也许她可以 没事吧 没事吧 是不是有活儿找我啊 在哪儿啊 medim 谢谢吧 bur找我 най派他 television emin editing テスト 跟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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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还要来 躺这趟浑水呢 正是我出去了 才知道外面的世界 有多好 所以我想让你去看看 当时 就是小姐把我救出去 你 现在 我也要把你救出去 救我 嗯 就凭你 小月姐 只要你肯说出真相 让小姐铲除黑龙帮 其他的姐妹就有救了 我 说得轻巧 我若是被他们发现了 那必是万劫不复 说得轻巧 我不像你 有一腔热血 我 我只想好好活着 如果我能帮你逃出去呢 只要你把你知道的真相 都告诉我 我会尽力帮你逃出去 到时候黑龙帮的事 与你再无干系 你就能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小月姐 黑龙帮的行事你是知道的 你就算再卖命 他们也不会饶过你的 或许 这才是你最好的出路 好 我可以答应你们说出真相 但是 你们得保证先把我送出去 没问题 我还要一个新的罩身 还有足够的银两 保证我可以在外面 重新来过 好 我答应你 包子呗 您慢走啊 要包子吗 走 里边走 进去半个时辰了 他怎么还不出来 我先走了 小月 小月 你平日与苏家素物来往 今天怎么成了他们家的做上宾了 苏家小姐来找我做活计 做活计 你慌什么呀 你不会来这儿私会什么人的吧 要 活儿干完了吗 这就想走 思念这儿也好 我原是听说你从城里来 花样绣工都实心 这才请你帮我缝衣裳 没想到你做事如此敷衍 差点毁了我的料子 早上我让你返工 你倒好 现在就想溜 你要是没诚心做事 我也不会抢人所难 不过 我预支的工钱 我可是会派人要回来的 真真是个弄糊润 惹人生气 还不快走 你 小女办事不识人 二位见笑了 四小姐 说笑了 对了 二位今日怎么有空上光呢 我是看赵大人的小厮来过 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那两人只东说西半天 最后就只要了一些新茶尘酿 我已经让掌柜的套了车 别人带东西送回去了 王爷呢 像你们的特使吗 眼界也不过如此 怎么 您二位不会也是想 不不 放开 我们这就告辞了 告辞了 走 他们走了 表姐 表姐 说吧 表 来我这鬼鬼祟祟的 干什么呢 表姐 你看我 貌貌实实的又没有经验 冷冷麻烦 还好有表姐给我斗着 少给我绕弯子 说正题 那我说了 表姐你可得帮我 那我得先听听 表姐 我是真没想到 这个限制水居然这么深 无论我走到哪儿 跟什么人说话 都有一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我 表姐啊 所以呢 在这个限制里面 除了你 我是真的一个 靠得住的执行人都没有 毕竟呢 苏家是本地望族 县城都不敢得罪你 而且铺子里的人 又被表姐调理得 又懂事 又聪明 又听话 又嘴言 所以我要是 跟县人接头的话 不来你这里 都没有地方去嘛 你也知道 那你还不提前知会我 要是知道我在这儿 也没人敢多瞧一眼啊 至于惹出今天这么大的乱子吗 我错了嘛 表姐 我这不是 不想给你卷进来吗 傻丫头 想什么呢 你出来办案 我这个做表姐的 怎么可能置身事外呢 我们是一家人 你要是立了功呢 我们全家一荣俱荣 你要是有了麻烦 我这个做表姐的 就算是拼尽全力 也会护你周全的 表姐 你真好 少跟我腻碗 怎么样 是不是突然觉得 不太了解你这个表姐了 云木党丹 行了 说正事吧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有有有 还真有 小月跟我说 她需要盘缠和赵申 其实盘缠还好吧 就是这个赵申嘛 硕实有点 全交给我吧 表姐 你怎么这么好 肉麻死了 你是说 肃轻轻答应了 嗯 可以啊 我肯定了 我肯定了 就这么好 我肯定了 今天 我们今天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他就是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来 姑娘 随便看看 表姐 你真好 小心点 别被人发现了 走了 走吧 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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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阳都快落山了 小月她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不等了 去大家看看 小月 小月 这么巧 你信吗 没想到这个小镇上 居然从上到下 里里外外的 一个都没有说实话 这下连小月的去向都问不到我 怎么办呀 问不出去向 是因为没有问对人 什么意思 二位瞧瞧看一看啊 我跟你说话呢 来这儿干嘛呀 你伯娘 这儿老公 你不想到这儿干咱们 还是吗 你不想到这里 还有小月 这个 怎么办 我怎么办 还行 我开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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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没想到 你拆开玩意 你不想到 и meetings 就是这儿 混蛋 老上 你不要这么杀人 你打死他也没有用 尽快查明真相 才能还小月一个功能 对 你说得对 行了 为什么要上了小月 谁下的命令 是上面的命令 说她要叛逃 上面是谁 是县城 别动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什么都不知道了 留着单个人证 咱们看看小月吧 说不定还有什么线索 小月 对不起啊 终究还是我害了你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给你报仇 你 但是我还是在这里 不是不过你 你吃什么 你吃什么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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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得了吗 你吃得了吗 你会说不过你 你吃得了吗 你吃得了吗 有没有我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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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这里显然被开挖过 又被埋起来了 就在这儿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你们俩赶快查看一下 好嘞 把他俩抓起来 特使大人在此 他们想干什么 特使 恐怕是个冒牌货吧 冒牌货 那你身为县城大人滥杀无辜 算什么 大胆 尔等冒充特使 污蔑朝廷命官 该当何罪 大人 属下已经查过 这具女尸 就是昨晚失踪的小月 大人 小人路过此地 遇见让人杀人埋尸 他们便将小人捆绑起来 暴凑一顿 还要将小人杀人别口 血口派人 快快 人证物证俱在 快 把他们给我捆起来 关进大牢 走 放开我 走 走 走 快 给我紧紧锁牢 走 走 这 这就完了 不然呢 把我们抓进来 沈都没沈 就关进牢里了 人家摆明是诬告 有什么可沈的 那你刚刚一句话都不说 人证物证齐全 我说什么 那也得想点办法吧 不然在这儿等死啊 那你有什么办法 不行 我得赶紧想办法联系 张仙小灰前代有他们 小姐 小姐 小灰 不是 你们怎么样 小姐 小姐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我有办法 别说 我 等 等 等算什么办法 别着急 你想想 县城把咱们抓进来 是不是证明咱们已经暴露了 来来来 咱们走 对啊 那咱们现在跑出去的话 他们就会加倍提防 甚至销毁证据对不对 把那把拿过来 对啊 那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不这么做呢 我先开始啊 我先手 我不会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们乖乖待在牢里 他们就放心了 估计 看来脑子还没摔坏 可是我们待在牢里 什么也干不了啊 嫂子 相信老大吧 就这几把破锁 能担当住他吗 就是 还有 老大既然让咱等 那咱们等就对了 是不是 继续继续 这才传道 大鱼跟我们的船一样长 真的有那么大的鱼 这算什么 海参好玩的比这多了去了 你想看吗 想 那你跟我上船吧 我带你熬游死海 好不好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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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好啊 霓裙 你去开门 好 来来来 起出来了 老金 你也收一个 嗯 好 是 大人 您来了 这太晚了 怎么 本公子的行程安排 还需要征求县城大人 您的同意吗 不不不 下官不敢 下官不敢 快 开锁 慢点 月明哥哥 身体好点了吗 你若是一日不弃我 我这身体啊 变好得快很多 月明哥哥 你刚刚也太帅了 那个县城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只要你俩强强联手 那真相大白纸可待啊 明日先生便会上书父王 请他另派特使 顺便再加强守备 改日再来彻查此案 你不是来帮我们查案的 我是专门来捞你的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这件案子你管不了 你呢 偏不听 结果被人关进死牢里 若不是我连夜赶来 恐怕你这条小命都难保 不是 我们已经在小月身上 找到了重要线索 很快就能找到 关键证据扳倒他们 你怎么还不明白 重要证据有什么用 县城在此做了多年 想必必然是上下勾连 左右逢源 说不定 他身边的人 早就已经混到 我父王身边去了 若是你继续查下去 恐怕连我都保不住你 县城已经有所察觉了 我们要是现在走的话 说不准 他们现在就在消灭证据 那也不关你的事 我 是 蓉儿 若是你真遇到什么危险 先生该如何自处啊 他可只有你一个女儿 我爹从小教导我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天地有正气 我总不能天天嚷嚷着 要行侠仗义 即我自己躲在角落里 听让恶人为非作歹吧 况且 小月是因为我死的 我要是不能给她一个公道 这辈子都不会瞎的 反正这一切 在我看来 都不尽你的信用重要 可是你先听我 没有合适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来人 送花小姐 还有秦公子回屋休息 明日一早起程 回苏宅 是 这儿 墙城你倒是说句话呀 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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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话呢 墙城 你到底怎么想的 ò ует 变下的 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 可赵元明說得 的确什么 你不适合留在这儿了 你是要把刚刚在内务说的话 再跟你说一遍吗 丫头 你今天折腾一天也累了 就算要回去查案 是不是也得休息一晚再动人 你答应了 你先回去休息 一切等明天起来再说 我不管 我就当你是答应了 我 我不能 我得亲自看着他 为何 因为 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一显到他有可能会面对危险 我心里就揪着头 所以我不能抛下他 不行 对不起啊 荣和大侠 虽然我一直很崇拜你 但是这一次 我不能听你的 很重要啊 你不是一直看不惯他吗 你的心意我领了 不 我懂了 但这情势太过危险 你必须跟我回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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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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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这么说 金奕文为他母亲循的 那颗月影东珠 在你那儿了 那东西他走了之后 我就给他了 那就好 也算是不负他所托吧 不是你 除了金奕文的事 你就没有其他事问我了 你为什么要变成雨鹤大侠 还有 你变成雨鹤大侠的事 为什么要可以对我隐瞒 这个问题 你最好好好给我解释清楚 我义父 是海市的总坝头 纵横海上十几年 没有遇到过敌手 可有一天 他因为一张藏宝图 而遭人毒舍万算 身受重伤 回到岛上 没多久他就撒手人滑了 只留下班长 他拼命保存下来的藏宝图 这事 这事水太深 惹伤麻烦 岛上的兄弟 会 会受到牵连的 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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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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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少 就越安全 再说 你每一次见到云和大侠 就会没完没了地饭花吃 我要真告诉你我的身份 你哭天喊地地要嫁给我怎么办 我可不想自己以后的娘子 连自己喜欢的 到底是谁都不知道 不过 刚才 我已经知道你到底喜欢谁了 我